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咱们今天用花菜来分享一道非常下饭的做法 这道菜我们选用的是青梗花菜来制作 青梗花菜也称之为有机花菜 首先把有机花菜较大的根茎给它去除 然后把花菜片成较小一点的块来制作 切好的花菜先把它放入到准备好的凉水盆中 给它充分的浸泡 清洗花菜的过程中加入一把的面粉 再加入一勺的食盐 面粉有很好的吸附力 用很好的清洁花菜表面的杂质 花菜抓拌均匀先在水中给它浸泡2-3分钟 然后再把它多清洗几次 这样清洗出来的花菜表面非常的洁净而且鲜亮 几斤的花菜先把它捞出控干水分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小块去皮的五花肉 把五花肉先切成均匀的薄片 切好后先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少许的胡萝卜搭配一下颜色 如果不吃胡萝卜这里也可以不用添加 把胡萝卜切成均匀的菱形片 切好后先装入盘中备用 配料准备适量的蒜苗段 生姜片和蒜片 接下来把锅烧热后再加入适量的油不需要太多 油热后把锅的四周尽量润透 再把控干水分的花菜倒入锅中 把花菜在锅中用边煎边炒的方式来制作 可以让花菜的营养不流失 而且吃起来非常的鲜香入味 煎制的过程中要不停地晃动锅 让它受热均匀 用中小火把花菜在锅中慢慢煎制 煎制的过程中花菜梗的颜色会越来越透亮 花菜煎制的表面略微有一些焦黄的状态 这个时候把煎好的花菜盛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锅洗净烧热后 再加入适量的油略微润锅 油热后把切好的五花肉片倒入锅中进行煸炒 在炒制五花肉片的过程中 尽量多给它煸炒一下 充分地煸出肉片中多余的油脂 这样吃起来更加的鲜香 把它炒制到表皮卷曲略微有一些金黄的状态 这个时候先把锅中多余的油分给它盛出来 然后在里面加入少许的老抽略微上色 加入半勺的黄豆酱 再加入半勺的甜面酱 把酱料和肉片先给它充分地炒匀 炒至浓郁的酱香味 然后再加入蒜片生姜 再把切好的胡萝卜片一同添加到里面 胡萝卜不太容易成熟 先给它在锅中多煸炒一下 炒制到略微柔软的状态 再把炒好的花菜添加到里面 然后把花菜在锅中给它充分地炒匀炒香 尽量炒制到可以闻到非常浓郁的香味 这个时候再加入少许的鸡精 甜面酱和黄豆酱都含有较高的盐分 所以这里就不需要再添加盐 把它充分地炒匀炒香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清水的用量不需要太多 大约小半碗就可以 略微煮至可以让花菜更加充分地入味 烧制到汤汁微干的状态 这个时候再把准备好的蒜苗添加到里面 煸炒增香 炒制的时间不用太长 大约5到6秒钟激发出香味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花菜用这种方法做鲜香入味开胃又下饭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收藏 在家试试这种做法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